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UR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梁素琴的演艺人生 梁素琴生于1928年3月30日 出于2022年11月20日 梁素琴的原名叫梁芝嫂 她是粤剧的二邦花旦 和香港电影的女明星 她有一个艺坛才女的美语 为什麽呢? 因为她除了中国文学之外 她的琴、琴、书、画都有一定的粗艺 在1938年 武藏元陈锦棠 她自知组成了感添花剧团 当时梁素琴就拜了她做师傅 学习花弹的台步和武打的技能 由钢幕的处女作 《盲泥君》至《色影》的作品《四凤求王》 她一共就参演了五十部电影 梁素琴是一个佛教徒 她的丈夫叫潘朝石 爸爸叫梁耳忠 母亲叫黎仲华 另外她还有一个继母 叫张玉仲华 在1928年3月30日 梁素琴就在这个广州的一个粤剧世家里出生 她爸爸就是粤曲 粤曲和粤曲的名家梁耳忠 她的本名叫张玉仲华 她的介义母就是粤曲的灵人秦仙 秦仙的原名本名叫张玉京 梁素琴在五岁的时候 跟随她的相亲 由广州来到香港定居 在六岁的时候 在六岁的时候 梁素琴首次在电台公开演唱 她的中州话的古康子侯独唱 独唱一曲骂玉朗 她是相当之有天分的 她是小学毕业之后 梁素琴一家 就因为香港淪陷了 因为日本儿子侵华 她就离开香港避难 十三岁的时候 十三岁的时候 就跟随她的爸爸 就去到湛江市 廣州湾 就加入了 由涉郭仙组成的郭仙星剧团 並且获得涉郭仙和她的夫人 唐雪卿的赏识 她收她做门下弟子 梁素琴 从她的父亲和好友 所改的两个艺名 以琴和素琴之中 就取了后者来做她的艺名 自此之后 就正式开展她在梨园的艺坛生涯 在战争结束之后 梁素琴就在中国大陆 回到香港演出 她曾经跟随京剧的名宿 周来仪学习唱歌 自然学得梅派唱歌风格 梁素琴此后 就声名日操 就经常到中国大陆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走浮灯台 她曾经跟已故的粤剧文 母生许英秀 就在新加坡石匹登台演出 在1949年 梁素琴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演出 梁素琴首次亮相 并且获得涉角先推荐 演出皇后的一个角色 自此之后 一直到1960年 梁素琴先后拍摄过 五十多部电影 那么多 在1961年 梁素琴就跟香港电影从业园 李香琴、任兵尔、金影连、黎坤连、朱日雄、许卿卿、英丽莉和谭善雄 那么多人就结以金难 九个人一共合称九大者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 梁素琴就担任正印花旦和副团长 那团长就是梁醒波 那就加上何兴帆、游星普、白文彪、顾清风、梁翠芬、 蔡麒麟、陈雪艳等 三十多位令人 那麽多 就组成了香港粵剧团 那麽就前往这个中华民国的台湾省 就参加双十节的奴军表演 那麽就在金门前线的奴军 和公开演出三十天的粵剧 在一九六五年蛇年春节 梁素琴就为这个逼励剧团 这个逼励剧团就是全女班 就在深水埗、游麻地和香港大会堂演出 在这个班里面 邓碧云就做文武生 正印花旦就是吴君丽和谭善行 那梁素琴就做二邦的文武生 至于武生就是由英属马来亚回流回香港的黄剑名担任 至于丑生就是张悦仪 在一九六五年 梁素琴就和关海山、欧家星、麦景君、朱绍波 和艳涂雄等人 就联米去到澳门的孖国庙 演出了五天粵剧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梁素琴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素琴的演艺人生 拜拜